我看過翻貢 沒看過翻貢 翻得那麼醜 今天這個人頭公司怎麼拍康的 是陳佩琦自己在他臉書上寫得清清白白 是說老娘要開咖啡廳 所以我就先用我兒子的名義來蓋了一間公司 然後升起了一間公司之後 他在想 等我退休之後呢 我再把負責人放成我 這是陳佩琦自己寫的 原本計畫8月6號成立公司 但是如果那時候再成立時間來不及 才先用別人的名字開公司 退休後換自己當負責人 今天柯文哲講說沒有啦 那個不是人頭啦 是父母太小朋友啦 幫他設立公司 父母出錢幫小朋友開公司 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阿伯翻貢了阿苗 這個先幫陳佩琦講句話啦 雖然說他這個說辭反負負是個問題 但是說真的今天這個畫面 我想到說以前我小時候看到這個陳信宇 被追到國外去還在被追 我覺得真的會對這種心理壓力 真的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其實看了這個畫面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柯文哲不稍微照顧一下 一直拼命維護他的陳佩琦 就叫個計程車就可以了 對啊你派車去接他上下班 這個車子從家裡地下室出發 到公司地下室 就不會被記者賭阿 對 為什麼要讓自己的家人在路上被記者賭到 阿回答不出來 在那邊僵持 甚至還弄到請假 然後現在又要PO文說 阿跟病人說不好意思 這些等等 等一下你說這是故意的打背型牌 其實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柯文哲他智商157 他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你去看柯文哲他自己遇到了爭議的時候 他有時候也用車進車出這一招 避免被躲 對齁 他是從政十年耶 他不是素人耶 結果陳佩琦你看 我們經常講嘛 柯文哲出事就有三個人出來維護他嘛 柯媽媽 陳佩琦 蔡壁如 陳佩琦跟蔡壁如 跟柯媽媽媽 這三個人 那這三個人這麼護你 你都沒有想過要護他們 那陳佩琦今天這件事情 我講真的啦 過去我們大家是不是都講過說 陳佩琦這樣子 涉入政治太深 不好 對 我們過去大家是不是都批判過說 他經常對柯文哲的政治工作 直手畫腳 這樣對柯很不好 對 然後那個時候柯文哲所有小草都罵我們 是柯黑 對 都說是我們見不得人家好 現在可好啦 陳佩琦他那一篇臉書貼文 其實是整件事情很重要的爆點 對 當時我們在節目上在討論那個 智瑶資訊的時候 我們還說 這個柯富瑶 智慧拉瑶 這個柯富瑶的名字 剛好跟柯文哲兒子名字一樣 對 那時候我們還不敢確定 搞不好同名同姓啊 等一下你講到重點 其實一切的源頭是來自於陳佩琦 他介入柯文哲的事業 終於出世了 阿妹友你剛剛上段特別講到 這一切的起點其實是來自於陳佩琦的一則Po文 沒錯 而且陳佩琦在這個Po文裡面 他承認一開始是柯文哲把腦筋動到陳佩琦身上 對 叫陳佩琦幫他做組織嘛 柯文哲把經營人力的任務動到我身上 而我也有意願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被拉進來就是兒子嘛 對 變成人頭嘛 這個從頭到尾是柯文哲開始動腦想把政黨經營成家族企業 對 結果現在全家被拖下水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柯文哲要負最大的責任 主謀 他為什麼把自己的政黨走上這樣錯誤的路線 該用的人不用 都被一堆這個花瓶空瓶包圍之後 再把自己家人當作 他以前講過說要讓陳佩琦做什麼精神領袖嘛 是 對不對 然後陳佩琦前一陣子才講啊 他要考慮入黨啊 擔任這個重要的志工處 號召啊 這些 其他政黨從來不這樣子搞 只有他們家把這個黨變成一個家天下 所以今日陳佩琦遇到了這種左之右處 甚至快要淪為人頭公司的被告的 這個困境就是來自柯文哲的公司 對 就在今天 112年 各政黨的收支結算表出來了 媒體都會看 為什麼 因為112年就是2023年剛好是選舉年 那個錢怎麼花很重要 有兩項我們一看 這是國民黨的選務費用支出2300萬 正與其推薦的候選人 就是說國民黨不是有推一些人嗎 淑慧姐什麼的嗎對不對 國民黨總共給候選人1500萬 這合理啊 補助嘛 補助嘛對不對 民進黨選務費用支出6300萬 正與公職人員3300萬 這也合理啊 民眾黨厲害 國民黨做好 民眾黨2023年是選舉年 他的選務費用支出是零 他的正與公職人員的選務支出也是零 李友宜不拿一毛錢 他活得下去 我覺得這個選務支出比較簡單啊 其實這說真的 他就是做一個形象嘛 零 假設沒有出這些事的話 阿伯又會公佈這次阿伯又說 你看藍綠選舉 我花很多錢 像我們都沒什麼錢 所以沒花什麼錢 做形象嘛 對 可是很可惜的是 在公佈之前 他的形象已經完全破功了 是 所以現在大家看這個帳 只會想一件事情 你們又把柯木亂爆到哪裡去了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因為他自己個人的候選人帳 已經是亂到一團糟啦 那政黨照理來講 他應該也是委託給他最信任的人來做 同一批人做的東西 你覺得這怎麼可惜對不對 零 這一題比較簡單 對柯文哲來說現在真正困難的是 他的政治路嘛 他過去都說藍綠把我打壓 其實現在不是 他的政治路 是他被身邊包圍他的那群高薪的男女空瓶所斬斷 對 他們非常惡劣的壞習慣 是 自己出事的時候就扯藍綠 出事就扯藍綠 你看這十年來他靠這招混了多久 混到現在 對 他們慣性以為這樣可以過關 可是問題是 現在講出來的故事已經扯到連笨蛋都不信了嘛 哎呦 你去信許甫講的這個故事那代表說 真的很可憐因為你已經進入了信仰的境界了 許甫講的我前面大家都分析過我就不講太多了 最基本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監察院的系統 他是一筆一筆不同頁面輸入 你要等打完一筆按確定存檔才能有一個新的頁面跳進來 請問你怎麼連打 而且九月跟一月 因為監察院是要求按日期輸入的 對 你怎麼會九月輸入完輸入一月 你那兩張收據根本沒有排在一起啊 你怎麼會連打 對 對不對 所以你講的這個故事跟你拿出來的單區的照片 根本就完全不符 而且最嚴重的 剛剛前面有討論過 錢呢 對 錢呢 錢呢 你只花了一千零七十塊吃便當 但是你報仗報成九十六萬零一百一十塊 對 那你中間的差 你還差九十五萬哦 九十五萬去哪裡了 剛才正好問大家說為什麼會無感 為什麼會沒人發現 其實呢 魔鬼藏在細節裡 當然不會有人發現 因為禮拜一的記者會他們不是宣布嗎 差兩千萬 差兩千萬嘛 今天柯文哲又再次認證親口說 至少差兩千萬 對 但是他們現在所認的假單據只有九百一十六萬 對 其他都不認 其他他們有告訴我們說哪裡有假單據啊 他們沒有公布啊 對 差兩千萬 但是你只認被抓到了 九百一十萬假帳 你還有一千一百萬假帳還沒告訴大家在哪裡 所以今天這個大愛速食啊 他非常倒楣 因為其實他也是被柯文哲做假帳 對 的受害者 但是你要看哦 差一千一百萬對不對 大愛速食被灌了九十五萬 他便當版的戴綠鈴耶 對啊 沒錯啦 這是便當版的戴綠鈴啦 所以才會在電休日有九十五萬嘛 然後那現在一千一百萬還差這個缺口 現在又被網友抓到說九十五萬的假帳 還有一千萬呢 還有一千萬你慣在哪裡 到現在哦 整檔上上下下沒有人說得出來耶 你的財政紀律是什麼 你的財政紀律是 對 你一千萬假帳 查了老半天 陳志涵不是說他查帳 他有說他會珍惜沒筆捐款啊 阿伯還臉紅紅啊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小丑很難過 因為這些小丑他們是縮一劫十 把血汗錢吃飯錢五百的一千的捐給阿伯 因為阿伯都說自己很窮 阿伯甚至在投票的前一天 隔天就要投他前一天還在叫大家捐錢 結果現在一打開這個整個帳篷裡面 你發現到什麼 你發現阿伯什麼都買貴了 因為小丑相信阿伯嘛 我們就相信他所有的說辭 他什麼都買貴啦